行人走在马路上和车子针道真的好危险 在细致前东路靠近中校东路口 因为骑楼不平整 所以行人大多都是走在马路上 只是前东路的车子也很多 相当危险 虽然在之前的会看后 在道路旁边画上人形专用道 不过民众违规停车占用 使得崇德国小学童上下课都得走在大马路上 与车针道真的好危险 所以在12日下午 议员廖正良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刊 要求施坐一般的红砖人形道 来到这里是汐止前东路 中华路到中校东路这一段 因为这里的骑楼并不平整 不好走 所以民众大部分都走在马路上 只是路边的车子一停 行人几乎走在马路中间与车针道 虽然在3月份的会刊之后 路面上已经画上了行人专用道 不过民众似乎没在理 违规停车占用 校长就拿出了手机照片 可以看到车子一停 上放学的学童被迫走在马路中间 车子来来往往 而家长也反映每天小朋友上放学 真的好危险 你们的好意把这个路权都 人形道的权利都拥有了 可是却没有很彰显的效果 因为驾驶不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他们有看到这是人形孤导 第二个你要要求每一次的通报 每一次的违规停掉 等到吊车来的时候 他车子也开走了 停了非常多的车辆 造成小朋友在行进过程中 显向还生 同时家长也一直在反应 那我们虽然是有一些改善 但是我们发现到 这样的一个效果 却不是那么明显 因此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借由这次的会刊 能够把实体的人形道做起来 让车辆没有办法 在这样的一个区域能够停留 家长会 还有家长还有校长的怀念 那其实我们会看过好几次了 我们把人形专用道 把它发出来了 可是很多的汽车跟机车的驾驶 都没有遵照这个交通规划的标志 所以今天我们是请了交通级 还有公级到现场会刊 在接获成情之后 12号校议员廖正良 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 到了现场会刊 只见人形专用道上 还是有人违规停车 路过的行人只得往路中间来走 只是前东路的车子也不少 看起来好危险 何况是孩子上放学经过 学校还有家长都希望能够 是做真正的任性道 我看过我反应过 很多的家长跟我反应 他们带了小孩回上学 放学的时候被车子A到 被车子碰到 还得被驾驶骂 爸说你们走路 为什么不小心一点 小小的要求 就是90公分 或是100公分 在一个交通规则里面 可以容忍的范围 让我们铺设起来 我想今天来会看之后 我们的交通局认为 这个是试做 这个实体的 这个人情部导师 以交通的法规来解释 是可行的 所以我们请我们的公务局 尽快来规划 之后送我们的交通局 来审核之后 完成之后 我们尽快来把它试做 让我们的从来国小的小朋友 经过这段的时候 能够更安全平顺的道路 能够回家 人行道用话的 车子照停 检举也不见改善 会看当下也要求 是做一般的人行道 学童安全才有保障 杰成慧林 细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没有